那我在这里先讲一个 我们多头大家 一般人都比较习惯做多啦 做多只有两个位置正常 观察均线排列 这到底是什么 那均线呢 这是葛兰币发明的 它其实是一个平均成本 它让我们知道说 现在所有人买的平均成本 在什么地方 大家都在买股票嘛 是 那这一个月买的人 就是这20天买的人 有人买高有人买低 它的平均成本就是 我们所谓的20日均线 所以如果你现在股价 在20日均线上 就这个月人都赚钱 你这个月买的人 因为你平均价在这里嘛 那股价比它高啊 所以你都赚钱 那同样如果跌破了 这个月买的人都赔一些 所以我们前面有大跌的时候 有讲跌破10年线 那10年买的人都赔了 因为你去看 它是不是10年前的低点 现在都回来了 就回到10年前的低点 对 那如果观察一阵子之后 有办法从均线看到进场的时机吗 一样的 因为我们在进场 刚才讲是配合趋势 对 那现在我们在配合均线 那你的操作 我们讲说操作最重要 人赚钱就是你的成功率 其实它是一个成功率 或燃率的一个关系 那为什么叫大赚小赔 因为我赚三次赔一次嘛 对 我成功率很高 那如果你要提高成功率 你就把均线这个平均成本加上去 那我在这里先讲一个 我们多头大家 一般人都比较习惯做多 做多只有两个位置进场 就两个位置 一个就是 涨了以后回挡的那个低点 回后买上涨 那个低点是不是有条件 我们刚才有讲 不能跌破前面低点 对 只要它不跌破这一点 上了你就赶快买 就成一个多头的趋势 我回后买上涨 而且你是买在第一根 所以你容易赚钱 好 第二个就是它盘整 刚刚有讲 我多头走了三坡了 怎么现在又不多不空了 那你就不要做了 然后盘整突破进去 所以就两个位置 这盘整突破什么是突破 就是这根红黑啊 当天快要收盘 你一点钟看吧 它就突破了 对不对 因为已经交易到一点 快一点半了嘛 是不是看到这根红黑了 你就可以决定了 这个盘整已经突破 今天就可以进场 今天进场 对 那你进场迷后天 它上涨就不会停损嘛 是 你就是赚钱嘛 是 赚多 赚少 如果涨五天 你就赚多一点 如果涨三天 你就赚少一点 所以我们多头就这两个位置 那同样如果盘整跌破 就不可能进场嘛 因为它跌破总会进场 对不对 所以这边就会变空头了 是 好 原理是这样子的 对 那我们现在配合均线 就可以操作了 我们看看第一个位置 多头确认 因为这个红黑的低点 没有破33.5 有啦 低低高有了 对 但是前面这个高点没有过高啊 所以我们在这个红黑收盘过高 红黑那天收的时候 多头破了 它叫多头 好 头头高 低低高 这个叫多头 是 那我多头如果要进场 我要找一个依据嘛 什么依据我就用均线 我摆一条均线 假如我做短的 我就摆5日均线 5日均线 我想抱稍微久一点 就10日均线 是 那我想我工作很忙 那你就抱10日均线 20日均线 这很简单吗 对 所以你看跌破5日均线慢 然后这个红黑是不是站上来了 对 买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跌破前提 对 买 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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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到没有 这个黑可以跌破卖 是 第8个红黑买 卖 然后这边为什么 这边头头低 这个高点比这个你不能做 它进到盘整 是 然后你算一算看 你是赚还是赚 你赚钱 OK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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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边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